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保守派媒體Newsmax 訪問了兩名特朗普團隊的成員 其中一個叫做Brian Treasher 他就跟進了有關於美軍在德國所採取行動的一些後續情況 根據Brian Treasher所說 就說在德國所繳獲的伺服器 其實就是屬於Dominion這間公司 但是就著這個行動的說法 暫時來說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正如這位Brian或者Lind Wood所說的 就說那些伺服器是屬於Dominion 另一個說法就是 這些伺服器是屬於CIA的 在CIA駐德國的一些特工所擁有 到底哪一個說法才是屬實呢 還是還是其實這兩個說法之間並不存在著什麼矛盾或者衝突呢 是不是CIA都知道Dominion在德國是有這些伺服器在 而是有參與其中呢 事實上來說 按照目前已經獲取得到的公開資訊 是沒有辦法判斷得到的 所以我們暫時就沽網聽知了 既然這位Brian Treasher 和Lind Wood都說是Dominion這間公司的 我們就照聽先 始終來說 如果他們有證據的話 就會交上法院那裏 進行審訊 正如白宮發言人所說 在目前這個階段 有一些敏感的證據 又真的不適宜在這個階段公開 因為那些主流媒體又會群起而公之 又會幫忙洗白 然後那些科技的巨企 和幕後的利益集團又會在這裏搞局 所以我們現在就暫時 姑且聽著他這個說法 究竟是怎麼說的 根據Brian Treasher所說 就說現在在德國所繳獲得到的那些伺服器 正在進行還原數據的工序 根據已經還原了的資料 他們就大概知道 那些作弊的人 究竟是用一個什麼電腦演算法 來分配那些假票 他又質疑 為什麼在美國的投票 需要 傳送那些資料 去德國的那個伺服器 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質疑 絕對就是合理的 在台灣的總統大選 人家就是一千多萬人投票 對不對 一天就已經 已經點算好了 那你照計美國雖然就是復原廣闊 但是分了50個州的政府 所以點票工作就是同時進行 德州沒有用到這套Dominion的軟件 人家點票就一樣是很快搞得點 有一些州人口又不是特別多 但是呢 點票點到八九成的時候忽然之間就停下來 那時候就是特朗普仍然領先 第二天早起床 就說 昨晚點了 十幾萬票全部都是屬於拜登的 然後拜登就反超前 這個不是說一個州的情況 是有很多個州都是這樣 這些是不是會令人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算你硬說這些東西是沒有證據也好 核實不了也好 那真是令人難以信服 一炮過就灌十幾萬票下去 是不是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喬治亞州就被人揭發了 原來呢 他們採用這一套Dominion的軟件 竟然是花了一億美元 喂 那究竟為什麼人手點票是這麼不可取 是需要用到這些電腦軟件呢 是不是 還要給一億元 就是差不多八億港幣 好了 這筆錢花了出去的時候 當中有沒有人收受了回佣 這些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對不對 而且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凡親沒有採用這套Dominion軟件的州 又不見有相關的選舉爭議出現 凡親現在爭論到面紅二赤那些州 其實也是有用到這套軟件的 那有沒有這麼巧合呢 是不是 可能有都不定的 但是那個或然率 是有多大呢 對不對 這位Brian Tresher 還提到 說有部分的民主黨人 就開始腳軟 他們就先用主流媒體的力量 去洗白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然後又猛暗唱衰特朗普團隊 說他們 那些官司就輸到七個一皮 實際上他就解釋 現在才是開始慢慢進入氣肉 因為打到上聯邦最高法院 才是真正的戰場 其實他這個說法也是很重的 現在的主流媒體 往往只會報導特朗普團隊的負面消息 就猛暗說特朗普的團隊是輸官司 或者是在某些州主動撤回官司 又或者是那些州法院的層次 就是駁回了某些法律訴訟等等 那你說這些是不是事實呢 是 沒錯的 但是是不是已經全部輸了 又不是 那些官司是排山倒開式的 來到入稟法院 更何況就是 特朗普本人都串那些主流媒體 彭博今天就報導 說特朗普的團隊已經是 撤回了密歇根州某一些的官司 特朗普就主動轉發彭博士在這條貼文 就勸他們 說我們撤回官司是因為我們會贏 那麼大家都知道密歇根州有一個縣 就是我們昨天提到的韋恩縣 說沒有辦法核實到那個選舉結果 既然基本條件已經是變了的時候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變陣又有什麼出奇呢 如果只是看主流媒體的話 肯定就是會對特朗普產生一種負面印象 就覺得他呢 現在只不過是賴死不走 在那裡糾言殘喘 這個也是那些主流媒體的目的來的 就是要幫特朗普塑造這些負面形象 好啦 跟著呢 這個班特朗普最後就說到 說特朗普並非為了個人而戰 而是為了捍衛美國的民主制度 以及為了美國人而戰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沒什麼所謂 反正就是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他們現在所做的事就是一舉多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公義能夠 及時這樣彰顯 不要弄一些遲來的公義出來 這樣就變了到時是有排煩的 最重要是在1月21日之前 是要弄得好 好啦 跟著就講下另一宗的消息 特朗普昨天就在Twitter上發佈了一條的貼文 他就說他的律師團隊會召開一場非常重要的新聞發佈會 引領整個團隊走向一條清晰 和可行的勝利之路 其實這一場新聞發佈會 是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主持的 到底特朗普的勝利之路 將會怎樣走下去 朱利亞尼首先提到 他們的團隊最快在星期五的時候 就會在喬治亞州提出訴訟 大家知道喬治亞州現在重新點票完成 宣佈拜登已經贏出了這個州 其實這只是暫時的結果 肯定是會遭受到法律的挑戰 而且他們那些所謂的重新點票過程是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了 那個所謂重新點票 recount 你是不能夠完全抽空整個語境的 context 只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來解讀 就說我們重新點票 就是把逐章的選票 看一次 投給拜登的就說拜登 投給特朗普的就說投給特朗普 那你這些點票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特朗普是很堅持一件事 你最少那些郵寄選票 你是要核實那些選民的簽名 是不是那個 你是否要逐章票來驗票 如果你純粹重新點票也沒有用 因為那些有心人要做票的時候 就一早把那些假票撈在那些真票那裏 撈得不清不楚 沒有適應的 張票不是寫著假票可以給你抽出來的 純粹就這樣重新點票 recount 那你就算來算去都算那些假東西 所以是沒有意義的 好了朱利亞尼就說為什麼要在喬治亞州提出訴訟 因為在亞特蘭大使那裏 共和黨的監票員就不被准許出席那個監票的過程 另外又完全沒有做到對於選票 檢查和核實的工作 又被發現有很多人是重複投票 有很多根本不是住在喬治亞州的人 又有份投票 朱利亞尼就說 這些的指控全部都是有具體證據的 就會在那個訴訟當中展示出來 所以那些那麼喜歡說fact check 又是要核實那樣的人 最重要就是看實這些新聞 看看那些法院的文件 不要閉上眼 一邊說人家說的是假的 因為根本上人家就沒有把那些證據提交上法院 所有的基本事實看完之後 才作出一個判斷 都不遲 好了最後就要說一下 其實在這一場的新聞發佈會上 朱利亞尼就提出了八大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其實有七點 以往大家都是聽過了 但是最後有一點 就是他這次才提出來 而且都是相當震撼 大家要聽一下 好了第一點是什麼呢 他就說共和黨的監票員 就被阻止去觀察 那些郵寄選票的開票情況 這個大家都聽過了 就是不讓他們去看 或者是隔到老鏈那麼遠 第二就是 民主黨在不同的核區之內 就有著不一樣的核實選民的規則 有些是寬鬆有些是嚴謹 第三就是 部分的選民在到達投票站以後 才發現 他們的投票權已經被人行使了 即是被人代為投票 挪用了身份 第四就是 那些選舉官員被告知 千萬不要尋找選舉上的缺陷 以及就是有部分人被要求 更改郵寄選票收到的日期 那麼那個賓州郵政局的吹哨人就是在說這些 第五就是 有些投給拜登的選票 就被那些點票人員反覆多次擺入那個點票機那裡計算 但是其他候選人的選票就沒有得到這一種的優待 第六就是 威斯康星州有接近10萬張的選票 在沒有提前申請的情況之下 也都是被計算在大選的結果裏 因為威斯康星州的法律就比較嚴格 尤其是針對這個郵寄選票方面 第七就是有部分的地區存在著超額投票 最終點算出來的票數 竟然是多過註冊居民的 這些是造假做到過頭 沒辦法 因為特朗普的票數實在太高 這個是很有可能打亂了某些人的部署 可能有些人預算了 剛剛緊緊贏特朗普就夠了 但是後來發現不夠 不夠就要加碼 一加碼的時候就變成亂了 這是我提出的一個可能性 最後朱利亞尼就說到 這次大選所使用的Dominion投票機和軟件 就是跟美國左派的金主索羅斯有聯繫 這裏又揭露了多少東西 有些人經常說 這次的大選背後就牽涉了所謂的深層政府 即是所謂的深層政府 我就不用說這些陰謀論 因為根本上我都不覺得有什麼深層 這些幕後利益勢力集團 又或者是那些左派勢力 根本上已經在這次選舉當中 全露了頭出來 已經要赤手空拳地上陣 因為沒有辦法 特朗普的選票 他的民意實在太強了 尤其是經過了今年 武肺大來行之後 他仍然是拿到 超過7300萬票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歷屆的美國在任總統 去競逐連任的時候 沒有一個是拿到那麼高的選票 這個其實也是對於特朗普政績的一個肯定 當然現在拜登方面就說 他拿的票還要多 差不多有8000萬票 現在就被人質疑你 到底裡面有多少是水份 有多少是流東西 那就要去查 不要一口咬定 這些東西是不存在 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